阿们 我要歌颂上主 因为他大过全胜 圣主我的力量 我的荣耀 他曾拯救了我 阿里路亚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因得心情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昨天我们听到 巴鲁跟纳伯上耶路撒冷 法里塞党人就 要求外邦人要 先收歌顺礼 才成为基督徒 今天 他们在针对这个议题 首先是 伯德路 他从他的经验 他看到了一个神事 天主怎样的 要求他 为 给外邦人 讲 有关 耶稣基督的道理 以后 伯德路跟纳伯 就把他们在 安提尔基亚的经验 诉说了一遍 到最后 在耶路撒冷的领袖 亚各伯 就做一个结论 他们不需要 背负这么重的 担子 但是他们只要 接受 实践 接受 美色法律 的美色武术 相信耶稣基督 他们就可以成为 基督徒 现在我们大家 忍罪 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 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 思念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忠罪 为此 恳心诸生 同罪 圣母马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 各位教友 为我 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 催恋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你的生存 使不孝着 成为义人 使可怜的人 获得幸福 求你大展 神能 管施 恩幼 使我们借信得 而成为义的人 都能持之以恒 勇敢地 为信仰作证 以上 所求求你垂怜 我们的主 天主 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 祈圣神 永生 永往 阿们 公读宗图 宗图大事录 使徒 使徒和长老 辩论多时以后 博夺起来 对宗徒和长老们说 弟兄们 你们知道 多时以前 天主就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 要借我的口 使外邦人听福音的道理而信从 洞察人心的天主 也为他们作证 赐给了他们圣神 如同赐给了我们一样 在我们和他们中间 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他以信德 进化了他们的心 既然如此 现在你们为什么试探天主 在门徒的景象上 放上连我们的祖先 和我们自己都不能负得恶呢 我们相信 我们得救 是借着主耶稣的恩宠 正和他们一样 于是 众人都默不作声 静听纳伯和宝露 述说天主借着他们 在外邦人中行了怎样大的征兆和奇迹 大家安静以后 雅各接着说 弟兄们 请听我说 西满述说了天主当初怎样关心外邦人 从他们中间选了一个民族 属于自己名下 这完全符合先知的话 正如经上记载 以后我要回来 重建达位已倾倒的居所 已坍塌了的 要把它重建而树立起来 使残存的人 就是一切奉献于我名下的民族 都要寻求上主 这是很久以前 公布这事的上主所说的 因此 我认为 不要为难从外邦归依天主的人 只要写信告诉他们 借毙偶像的玷污和奸淫 不可吃致死的牲畜的肉和血 因为自古以来 在各城内 都有人宣讲美色 在每个安息日 在各会堂中 诵读他的书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请在外名中宣扬上主的奇能 请在外名中宣扬上主的奇能 请向上主高唱新歌 普世大地要向上主涌唱 要向上主歌唱 赞美他的圣名 请在外名中宣扬上主的奇能 日复一日 不断宣扬他的救恩 在列邦中 传述他的光荣 在外名中宣扬他的奇能 请在外名中宣扬上主的奇能 要向外名宣布 上主为王 他稳定还语 不再动荡 他以正义 功云审判万邦 请在外名中宣扬上主的奇能 唱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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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说 主说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认识他们 他们也认识我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因亚心定同在 共读圣若望福音 主愿同如归宁 那时耶稣对门徒们说 父怎样爱了我 我也怎样爱了你们 你们要生活在我的爱内 如果你们均守我的命令 便是在我的爱中生活 如同我均守我父的命令 而在他的爱中生活一样 我对你们讲论了这些事 为使我的喜乐也成为你们的喜乐 使你们的喜乐圆满无缺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有一次的机会跟朋友跟教友聊天 后来就问 你爱别人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快乐吗 你会有喜乐吗 他就看着我 好像我问的问题是很奇怪的问题 他就看着我 看了以后他就回答 他说 如果你天天恨别人 或是天天被别人恨 你会很喜乐吗 你会很愉快吗 我说当然 我不会很快乐了 他说那这样的 被别人所爱 或是我们去爱别人 这个是一件美好的事 是让我们喜乐的事 在今天的福音 是耶稣邀请他的门徒们 要生活在他的爱内 如同耶稣基督 生活在他的父的爱内一样 那如果他的门徒们 也是我们耶稣的跟随者 生活在耶稣的爱内 我们就分享了耶稣的喜乐 而我们的喜乐就圆满无缺 这个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耶稣跟门徒们讲 也跟我们讲 就是说我们的喜乐的来源 是来自爱 那这个爱是我们 我们要生活是 在天主的爱内 在天主耶稣基督的爱中 过我们的生活 当然我们可能就会问 那我们要爱别人 是要怎么爱别人 我们可能是有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我们就不知道 要怎么去爱别人 有一首歌 可能是我们听过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 我不知道如何去爱他 我们每天可能就是这样的 我们出于不知道如何去爱别人的状态当中 有一个作家就说 爱需要学习 我们需要去学习如何去爱别人 那我们要去学习 我们需要一个师父 我们需要一个老师 那我们的老师应该是谁呢 当然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师父 我们看耶稣他是怎么爱别人呢 他跟这些在边缘的生活在一起 甚至他也愿意接受被别人说 他好像是怎么样的 好像是罪人的一群 他也不怕跟这些人生活在一起 他到最后也牺牲他自己的生命 为了他所爱的人 这个就是爱 爱是愿意去为别人而生活 那如果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师父就是这样的告诉我们 我们每天也可以甚至去学习 不需要说我们要做什么大的事情 才算是我们真的去爱别人 从每天的一个小小的事情上面 我们去做学习我们的师父 我相信我们这样做 我们也会感受到幸福 感受到喜乐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 一起奉献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祈祢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命切勾终将你的光荣 按住福音的坎博 祈祢愿意 祈祢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解以祢的旨意为全神 求祢帮助我们全心全力 全意全力 孝爱祢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祢的圣名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丽亚 基督圣人圣女的榜亚 生身是奉命 天主 请以祢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祢 使命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使命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地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祢的旨意 为众人福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祢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祢把分析其恩的安慰者圣神 亲祝于我们 其切信有的信主 求祢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 阿们 求祢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祢我们操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祢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祢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祢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与世上为同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祢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忍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祢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祢应受显阳 愿祢的活满影 愿祢的基地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祢今天赏给我们 日用的食欲 求祢宽恕我们的罪惑 如何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心里诱惑 担救我们也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人的天主 圣父神子及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耶稣基督 你是我生命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耶稣基督 你是我生命 是我生命 阿里路亚 你是大路亚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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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你生命 你是人类的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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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邁去祢它我们šeurfCHROH 在压你的圣灵 耶稣基督 你是我圣灵 Alleluia! Alleluia! 耶稣基督 你是我圣灵 是我圣灵 Alleluia! 有点少许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